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聚集地 倘若你是一名新属职的员工 面对着职场的压力,社会的诱惑,成功的上司 你会选择如何自处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日本漫改神剧 年轻妖艳的女下属,帅气逼人的小弟弟 人和人之间到底充斥着怎样的阴谋诡计 且看着充满了理智与诱惑,男女间极致拉扯的 你想沦陷于我,第一到二级 屋内满事与你 迷离的灯光照在她光洁的后背 一个男人从背后搂向她,灼热的气息笼罩着她 在证券公司工作的向泽是一位已婚的成功男士 最近,店里来了一位漂亮的女员工李花 只见她总是无意间表现出对向泽的兴趣 这天,眼看着向泽有事要和朋友平野离开 李花殷勤地说,外面快要下雨,赶紧递上了一把雨伞 一旁的平野怕美女尴尬,直接借过了雨伞 忙忙的两位男士想约小酒馆吃吃晚饭 平野的老婆发来短信 她看了一眼,没有回复 说反正吃完再回去 老婆省事不说 她怀着孕又不会和自己做那档子事情 平野还说自己明天要跟软件上认识的女孩约会 偶尔要在别人身上满足一下欲望 但是只爱自己的老婆 向泽听完直接送给对方扎男儿子 向泽表示自己永远不会触碰出轨这条底线 平野嗤之以鼻地说 哪里会有不偷心的男人呢 与向泽的不解风情相比,他的好兄弟真是风流成性 九国三巡,李花突然出现 是平野为了感谢借散呼了他过来 他十分自然地坐在了向泽旁边 我两人在聊些什么 平野直言在探讨出轨 接下来一番骚操作真是高能 向泽将菜单递给他的一瞬间 他手一滑,菜单便掉在了地上 两人双双低头要捡起菜单 只见李花却抚摸上了自己的手 他十分震惊,而李花一脸若无其事 饭局结束,趁着向泽结账的空档 平野在外面对李花表示出好感 而李花却问出了一个令对方债疑的问题 向泽客长的太太是怎样的人 向泽和老婆香菜 两人所属军事一家公司 都是任职客长 只是在不同的区域工作 两人躺下后 向泽靠近老婆想要温存 被困意正聋的老婆无情地甩开 第二天一早,向泽发现 李花竟然是第一个来到公司的 大概是知道自己科长喜欢奋进的员工吧 两人聊起了工作 只见李花拿着方案如头怀送抱般走了过去 他扬言要拿下三千万大单 向泽听后被他的雄心壮志逗得哈哈大笑 李花听闻 说起了香菜刚入职 也是拿下来了相同数额的单子 向泽毫不吝啬地夸赞着自己老婆的能力 打脸时刻很快到了 客户恒天直接存款五千万的定金 这个投资者竟是李花招来的 恒天更是直接将他垮成了花 李花直冲销售榜首 统部门的人纷纷表扬着他的能力 相比这边完成业绩的红红火火 香菜那边不尽如人意 李花在卫生间喷了香水后 才缓缓准备下班 一出门 正巧碰到前来还雨伞的瓶饮 听也说真是人不可貌相 李花表示并不理解什么意思 听也拿出雨伞还给他 临走前附在他耳边说 雨伞都喷了香水 真是很会聊啊 原来平野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然而他并不在意 急匆匆地追上了 已经离开公司的向泽 打开了那喷香的雨伞 向泽完全无视 他都该亲上自己的样子 淡淡夸了一句 扭头离开了 李花扫兴地收起雨伞 接起了电话 原来今天来的大客户 竟是和他一伙的朋友 当时所有的谈话 都是风唱作戏 时间一转眼到了周末 香菜在家睡着懒觉 而向泽如往常一样 去打了高尔夫 突然面前出现一个 身穿超短裙的美女 令他不禁多看了几眼 结果不看不知道 一看竟然是李花 李花走上前来 调戏着向泽 孤单的周末 转眼变成甜蜜双排 只见李花潇洒专业地 挥甘进球 高端位的女海王 真是多才多艺 她找了借口 加了上次的微信 还进行了手把手的 加好友教学 不得不说 李花这一方面 段位颇高 回到家中的向泽 神情恍惚地拿着手机 连老婆说 想一起休假去温泉 都没听到 转天一早 李花邀请向泽 陪她一同去见客户 到了之后发现 竟是一帮的地匹流氓 对方言语轻跳 还说 她一定是靠 身体上位的绿茶表 流氓想要联系方式不成 看着起身打算离开的李花 直接将矿泉水 倒在了她的头上 向泽在一旁心疼不已 两人出来后 找了一出长椅坐下 她可怜兮兮地擦着头发 还把所有错误 都拦在了自己身上 作为上司的向泽 温柔地递给了她手帕 觉得自己没有保护好 这个女生 十分内疚 李花大度地表示 没有关系 而后借机提出 周末叫上平隐 一起向约高尔夫球场 然而 林向泽做梦也想不到的是 这一出地匹流氓的大气 又是李花的自导自演 画面一转 想踩和帅气的下属弟弟接目 正在接待着客户 客户邀请二人 周末去参加女儿的画展 一转眼时间到了周末 但是平隐却因为喝醉了酒 无法前往 三人行理所当然地 变成了双人约会 原来 这一切又是李花搞的鬼 是他拜托了人 灌醉了平隐 酒场的二人玩得很是happy 身体上的接触 也是无法避免 自己在家的香菜 无所事事 来到了客户女儿的画展 还偶遇了接目 看完画展后 他们相约了晚餐 两人坐在小饭馆里相谈慎欢 却不曾想 被隔壁桌的同事看到 还拍了照片 这一边从高尔夫球场出来后 向泽开车送李花回家 他坐在车上 打探起来了上司的婚姻 走到半路的二人 从马路边买了咖啡 李花借机摸到了向泽的手 硬是说人家的手冰冰凉 还拉起男人的手 研究起了管理欲望的学位 车内暧昧横生 当晚 躺在床上的向泽 想着运手辗转反侧 而第二天一早 要从后备箱拿东西的香菜 看到了李花故意掉落的手帕 新一天的到来 绿茶花又要开启 怎样调戏上司的模式 香菜被人偷拍了照片 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记得订阅剧集记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